浪蕩起你 拔恰亭力 罗勒无精 江渡芙林 近期 一首《中医药版生辟字》走红网络 网友直呼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 更有人表示 高考完就选中医专业 这首歌曲改编自网络歌曲《生辟字》 由山西省中医院创作 已经发布后 因歌词中含有众多高难度生辟字 多音字和朗朗上口的曲调而走红网络 歌词主创 山西省中医院宣传部部长赵慧峰告诉记者 这首神曲的MV融合了中医药 太极 舞蹈等多种元素 最早其实我是想的是光弄一个中药版的生辟字 后来查了这个中药了 觉得它有点不太够 所以的话就把这个范围扩大了一下 就是中医药版的这个生辟字 所以它里边您看 它有这个中药 有这个病症 有部位 有脉络 有那个穴位 还有一些的病症等等的 就是和中药相关的 我们中国文化它有很多这个分支 有很多优秀的文化 其实都在这里边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缩影 赵慧峰翻阅大量中医药书籍后 最终选出了118个字 依据歌词的何哲押韵 创作了副歌部分 除了常规歌词 还做了注音版 以及注音注视版 并让院内中医专业的老师指导审核 演唱者张凌云是该院脑病科的一位临床医师 为了演绎好这首拗口的歌 他反复在家练习 每天练到嘴皮发麻 我也是通过查词点才把所有的字都认得的 因为里边有很多字 其实我都不认得 大概练的话练了有三天吧 据介绍 山西省中医院药房 日常用到的药材就有数百种之多 而记住这些药材的名字 药性 药效等知识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陈科力拔 走微蓝也不拒 勤求古训 博才重方 古成医 歌词写出了中医代代传承的责任 和玄壶济世的情怀 赵慧峰表示 希望通过歌曲的形式 掀起中医药文化传播热潮 让更多人了解中医药文化